各位師兄早晨 又是我Kenny 昨天跟大家說過 賽馬速遞 關於田泰安 昨天跟大家說過 原來他真的放棄了 炮子頭 可以遠征韓國 他不去留在香港 不想放棄第二次賽事 即是今次8號這場 十場日賽 會不會是心中有馬 不得而知 昨天答應了大家 如果我查到的 我一定會盡我責任 和各位師兄報告 經過我再看他今天 一早起床 看那個報名表 還是看田泰安的座騎表 田泰安上次賽事 騎足十場 只有一個第三 成績真的強差人意 但是就報告一下 今天的主題 講田泰安 為何留在香港 而不騎炮子頭 會不會是心中有馬 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就報告給大家聽一下 各位師兄自己 心過濾一下 看看哪些馬是有機會 跑蘇寶羅有最寬笑 跑泥地 路程應該會嚴短一點 但是季初跑短一點 會不會可以呢 這隻是轉倉馬 上季我幾十倍提供給大家 但是飛數就不對版的 另外騎回去舊波士 那隻高東尼的加州名進 這隻是半冷門馬 都有些機會的 另外還有馬功臣 這隻短途後上馬 跑法比較吃虧 但是分數就有利 跑短途千二米是合適的 另外有一隻是苗麗德 苗麗德 跑泥地千二的心所欲 這隻馬上季有一場 就好像跟那隻健康在忙 同一日出那天 那我都輸了錢 但是我仍然都未對他死心 暫時我不會評論他機會 因為今天只不過是報告 田泰安留在香港 為什麼要留在香港 而放棄遠征韓國這個問題 這隻心所欲我自己都會 看一看他 還有蘇寶羅 今天都很喜歡用田泰安 這樣 天意 罪寬少 都是蘇寶羅的 這隻天意 這個路程也是合適的 到時候看看和對手 比賽再決定 另有就是上季 我中過他一隻冷門的紅心傾 這隻馬後勁都很厲害 今季稍微少少少進步 都不得了 看看有沒有這場有沒有補足 現在只不過是報告田泰安的助騎 沒有評論過馬的機會 另外還有梵哥兒 梵哥兒跑黎底千二 還有一隻羅富全的浩比哥 也是跑黎底千二 黎底千二這隻都合適的 另外還有一隻上季 跟那隻起街龍兩隻 兜到外府禁外的幾利紅星 回來輸半個馬位 輸給內蘭那隻 一出就告東尼爆蘭那隻 那隻 仗耀 蒙古傳奇 還有那隻什麼 熔天盤放頭那隻 再響其城 那這隻幾利紅星呢 其實就是一隻很準的馬來的 今天田泰安留在香港 十場馬 他竟然九場都有馬騎 十場馬有九場都有馬騎 究竟會不會有真命天子呢 我真的不敢說了 但是就 昨天答應了大家 如果有些什麼 可以查得到田泰安 是不是真的為了今天的馬 而放棄去韓國呢 那真的被我查到的 那我既然查得到的 答應了各位師兄的 那今天就跟大家報告這個情況 那今天的報告就到這裡 排位也是剛剛出 那我小弟都未吃早餐 就向各位報告了先 那就排位了 一會兒回來吃完東西 再慢慢去研究研究 那就祝各位師兄 今天都心情愉快 好多謝了 拜拜